好 听个Fan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平秀玲 谈谈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大家问了很多天 总统府有关于资政以及国策顾问的选择标准 这中间当然是因为有非常多的争议性人物 那这些争议性人物 除了担任基隆庆安公主委28年的 赖清德总统的亲舅舅童勇之外 另外争议性比较大的 包括了曾经发生过MeToo一云的 全国小英之友会的总会长颜志发 那在事发当时 由于MeToo事件的风暴是起自于民进党中央 所以当时的党主席赖清德 用这一个一概追杀 一概不是追杀 一概这一个铁面无私处理的方式 层级不管多高都立即处理 甚至当时连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非凡 他并不是涉入MeToo事件的当事人 只是在处置MeToo事件的过程当中 有所疏失 那也立刻被拔官 甚至还取消了他代表民进党参选立委的这个提名 那所以呢 赖清德要告诉外界的是 就即便这些丑闻是起自于民进党的中央 是起自于民进党的核心组织 但是呢 他会这个公平的处理 而且没有层级上的考虑 那这件事情呢 由于雷厉风行的当时啊 所以呢 这个原本的总统府资政 严志发请辞了 那请辞之后呢 这件事情啊 那后续也没有完整的调查 没想到呢 这一个这一次啊 赖清德又回聘了 严志发担任总统府的执政 那除了这个争议之外 另外当然国策顾问当中啊 有这个地下电台卖假药 而且呢 这一个有其他前科的这个国策顾问啊 那另外还有会选案的这一个判刑的前立委陈朝荣 那其他当然还有这个 是否有国籍争议的装盒子等等 那这个这些问题 这些疑云呢 这个媒体质疑了总统府一个多礼拜啊 那总统府到目前为止没有正面的回应啊 那终于有这一个妇女团体按捺不住了 那一些这个妇女团体 包括了妇女新知立新基金会等等啊 那妇女团体针对严志发涉入MeToo事件 还被这一个赖清德聘为资政的这个疑问啊 要求总统府给个说法 那至此呢 民间团体所发出的声音啊 总统府到目前为止啊 也没有相关的回复啊 那不管是这个总统府或是行政院啊 对于外界的质疑啊 常常都是用四两拨千金的方法啊 没有正面的回应 总而言之呢 唯不违法 社会观感好不好 那只要这一个风声过了 那大家也就容易遗忘啊 所以在很多事情呢 是以不回应为这个指导原则 那这件事情呢 反映出来啊 在这一个宪法法庭 这一次针对呢 国会的这个监督权责里头 到底能不能够有调查权跟 听政权的政治现实面来看啊 为什么 很多人认为立法院应该要有调查权跟听政权呢 就是行政权过于傲慢的时候啊 那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节制啊 那这个节制的这一个机制呢 目前呢 看来大法官是倾向在司法权以及监察权啊 那台湾的监察权不张啊 这件事情啊 也不是在民进党执政之后才发生啊 由于监察委员的这个成立组织 监察院组织的这个方式啊 是由这个新总统提名监察委员啊 那提名监察委员交到立法院进行人事同意权啊 那这个过程呢 虽然是经过了立法院 但是主要还是总统提名 以及呢 这个总统的任内呢 到底是不是拥有国会的主导权 最相关的这个因素啊 所以监察权 说要完全的中立这件事情啊 从国民党执政时代一直到民进党执政啊 人民的信任度应该都是非常的低啊 那过去呢 监察院还会打苍蝇啊 就是不敢打老虎 那但是还会打苍蝇啊 那现在的监察院呢 恐怕连苍蝇都不敢打了 所以大家才看到像陈宗燕这样啊 对于官征败坏的程度啊 甚至有幸招待喝花酒 等等的具体证据的状况之下 监察院还无法弹劾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官征的标准啊 简直是比过去大家对于监察院的这个认知啊 还要更加的糟糕了 那现在大法官却说 那个对于行政权的监督节制啊 要靠这样的监察院啊 那这是宪法的这个权力分立的精神啊 那大法官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啊 跟之前坚持要针对这一个废死所做出的宪法法庭辩论 外界很担心会宣布这一个死刑违宪 这样子的一个与社会民意对坐的裁定一样啊 那大法官站在捍卫监察权的这个角度上面啊 恐怕也是站在民意的对立面啊 那另外当然大法官也倾向就是呢 当国会有了调查权跟这个听证权之后 难道啊这个弊案调查的结果有能力追究刑则吗 如果呢没有能力没有权利追究刑则 为何调查的工作要由立法院来进行啊 那当然呢这个调查的工作 司法院随时随地都在进行啊 但是司法权的能够独立的程度 以及呢他能够关照的这个面向啊 那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行政权 极度倾斜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当中够不够用啊 那才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啊 这是不是一个监督机制失灵的一个状况 失衡的状况 以至于造成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才恐怕是大法官必须要关照 目前台湾社会所面对的现实议题啊 那如果就专注于宪法法条的解释以及争执哦 那就真的是连大法官都当成了法将啊 那除了这一个总统府资政的争议 其实行政权呢 以总统来说这个最高的行政权代表 他对于外界的质疑 甚至民团的谴责哦 目前为止呢是不坑一声哦 那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一个有关于访美团 外交部组织的这个访美团啊 到美国去访问的跨党派的这一个代表团 主要是去参加共和党的代表大会哦 那这对于外交部来讲 大概是以一种观察美国选举的形式 所组成的跨党派的代表团 下个月还会有民主党党代表大会的 这个观察团哦 那这是一种民主的观摩 那民主的观摩当中刚刚所说的 美国国会对于调查权与听政权 所建立的制度哦 这个部分哦 才更应该是台湾的政府 台湾的民选政府 应该要去观摩观察 美国的民主政治当中 非常核心的这一个国会监督机制 国会如何在立法权上面 用立法的角度去监督 这个行政官员的所作所为 在政策上 在这个揭闭上哦 那这才是台湾真的应该要观察 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那不过这一次的这一个跨党派的代表团 发生的其中一个争议啊 是民进党的代表指责 国民党的代表林涛呢 这是对于外交部的官员耍官威哦 然后去了这个所谓的逛街行程 还嫌时间不够如何如何 那针对这件事情呢 国民党的大反击啊 是说这个去逛街的行程啊 是由外交部的官员所安排啊 那至于为什么不跟民进党的代表 去参加乔宴哦 因为乔宴的妖宴呢 是一位这一个经营大麻事业的 这一个CEO哦 那不想跟有争议性的商界人士接触 所以才选择了所谓的逛街行程哦 那这个大麻CEO呢 查理斯乌呢 据说呢 还有儿童性虐待等相关的前科罪名哦 那这样子的一个有争议性的犯局主人 所以呢 国民党的代表团不愿意去参与哦 针对此事啊 这个指控啊 民进党则是说叫做泼张水哦 因为呢 去参加参宴的人呢 并不知道这个参宴的主人 是大麻的经营业者 甚至有什么儿童性虐待 呃罪行的发生哦 那去参加这场参宴是因为呢 宴上有美国政要有这一个参众议员 以及郡议员等相关的呃议员啊 所以是为了美国政要 所以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参宴啊 那后来也承认说 呃这个参宴的主人啊 Tries Wu为了要让呃民进党代表出席这场 乔宴啊 出席这场由他主办的乔宴 所以呢 也邀请了美国的政要共同参与哦 那显然这些美国的政要啊 呃是邀来做陪客的 那主要的这个乔宴的主办人 还是真的是这位呃大麻背景的呃商人啊 那显然民进党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不过呢 现在的说辞是因为现场有一些美国的政要 所以呢 那到底是外交部失职 没有告知这个民进党的代表 现场呢 是有这么样子争议的商界人物存在啊 啊 还是民进党的代表呢 呃在这个某些特殊考虑之下啊 呃坚持要出席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参会啊 那到底呃是民进党坚持 民进党的代表坚持 还是呢外交部的代表 不认为这样子的一个 而乔宴的金主有问题 那给予适度的提醒啊 那这部分呢 则是外交部有没有失职的问题 恐怕需要更进一步的澄清啊 那这件事情 如果有所谓的呃听证会的话 那似乎是可以让外交部到立法院来说清楚的 但是呢 在没有听证会这样子的一个 要求的形式之下啊 那恐怕外交部到了立法院的回答 仍然是会避重就轻啊 将回去做内部调查 再告知大家 这个一拖时间就过去了 那大家也就慢慢的淡忘了相关的争议啊 来谈谈柯文哲的监察院选举经费申报 后续所引发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呢 会不会从地震变成海啸 目前还持续的在发展当中 因为呢 在这一个申报当中 柯文哲申报了一笔经费 是由这个竞选总部 这个募款的这个经费当中 转给一家叫做募可的公关公司 那总共有3900多万 那这3900多万给募可公司的这一个金流呢 那明目是所谓的授权费哦 那如果是一家帮柯文哲竞选总统操作选举相关议题的公关公司的话 那怎么会是拿到授权费用 那这个科目本身是非常的奇怪 难道因为柯文哲把他自己科批的肖像权 交给这个募可公司去制作一些竞选的小物 那柯文哲的肖像权的价值是这1000多万的这个授权金的用途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化的话 那等于是把这个募款经费所得呢 又回流到这个支出又回流到柯文哲的身上 所以呢这3000多万给募可公关公司的选举经费里头 里头的1050万的授权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授权哦 这个系目恐怕呢民众党是必须要交代清楚的 那民众党目前初步的说法是呢 这个募可公关公司所拿到的竞选期间的这个经费3000多万呢 是所谓的作业管理费哦 并不是真的授权金哦 只是以授权金的明目呈现哦 那就类似呢 陈云扁竞选时候的扁茂工厂 或者是呢蔡英文竞选时候的小英商号 那主要呢就是协助候选人协助竞选总部制作一些募款小物啊 那这个制作募款小物的这个成本支出哦 3900多万就是这个部分 不管是这个制作或者是运货 或者是这个仓储管理啊 理货等等啊 是作业管理费啊 那到底是多大数量的募款小物 他的作业管理费会高达3900多万呢 那这个恐怕进一步呢 民众党也得提出相关的这一个财报的细目 因为呢目前看到啊 其中有一千多万叫做授权金啊 那至于公关公司为什么会有这一个授权金的收入 那这个授权的标的物商品的这一个联名是什么 那这都是外界的疑问啊 那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大的质疑是 所谓的木可公安公司呢 看来就是柯文哲的周遭的附随组织啊 因为呢这个木可公安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啊 跟柯文哲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呢 是关系密切的 那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学李文宗啊 那木可公安公司呢 是李文宗的妹妹李文娟啊 那这都是关系密切的相关人 那这些金流就会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左口袋进入右口袋的这种洗钱操作的手法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一个选举经费 募款经费的运用呢 是不是符合选罢法的相关规范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法令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可能必须有进一步的厘清啊 那这到底会不会成为司法 征办的一个最新的标的啊 这个民众党恐怕不能够轻率以对啊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民众党统一的对外的回应的方式 都是这些金流呢 在监察院的申报当中 都已经清楚的呈现了 那监察院申报的流程呢 就是让各界觉得跟过去的 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经费的使用方式 是有所不同 也许外界是用放大镜 在看民众党 在看柯文哲的选举经费的申报 但是呢 在选举经费申报公告的时候 柯文哲也质疑 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这个申报是否有不实之处啊 他认为 他们的这个选举募考 绝对不可能金额这么低啊 那显然是经过美化之后的账面的报表 那柯文哲强调 他的申报都是如实申报 那这个如实申报当中呢 有没有不合常规 不合常理之处啊 就是现在大家所质疑的 授权金的这个部分啊 那木可公关公司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子的公关公司啊 那他的往来对象是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但是他的授权金的几副对象啊 是不是柯文哲本人啊 这恐怕是真的柯文哲必须要面对啊 那政治人物呢 最难过的关啊 就是前官啊 大家还记得高鸿安才刚刚呢 因为诈领助理费的相关案件啊 虽然只有11万多 那这个金额呢 被这个法官呢 一审宣判了7年4个月啊 那当然这是贪污制罪条例的一个最低的本型啊 所以呢 法官会要先认定啊 这个助理费的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诈领啊 那区区11万就要高鸿安 进大牢7年啊 有人觉得判得重 但是呢 就相关的法律来讲啊 他就是这么一个一统一 一视同仁的这个规定啊 那甚至呢 这一个公卫文啊 就是王宇文 就是没有认罪的那一名助理 他的被认定贪污金额 也不过是466块啊 所以其实呢 他被认定的贪污金额只有466块 其实他的本型呢 仍然是7年以上 为什么最后呢 是可以减刑缓刑啊 那是法官用了相当多的减刑的条款 让这个王宇文可以不用这个被判7年 而进被判有期徒刑7年以上的这个罪行 因为他用的罪名呢 就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贪污治罪条例啊 那所以466块啊 也是贪污啊 这是目前看起来在高宏安的案件当中啊 法官的见解啊 那一旦法官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解的时候 那柯文哲的这一笔木可公关相关的金流 恐怕也会被以最严格的方式检视跟定义啊 会不会成为柯文哲最新的一个司法可能侦办的案件啊 那民众党必须要审慎的面对 那这个美岛电子报的董事长吴子佳啊 这个料定啊 这个柯文哲未来被羁押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事实上呢 美岛也做了一个民调 那有40%左右的人认为 在赖清德任内呢 柯文哲会被侦办 而且有可能会被起诉或是收押 那现在呢 爆出越来越多新的案件啊 他的风险就越来越高 那吴子佳也判断了 一旦柯文哲被收押的话 民众党就完蛋了 那因为民众党到现在为止啊 都还是柯文哲一人政党 那柯文哲万一被收押 就跟陈水扁被收押一样啊 那政治生命呢 应该就已经走到尽头 那目前呢 柯文哲在这个内部的党庆的会议当中啊 提出来的相关的这个诉求 包括重回蓝白六点声明的现场啊 那似乎是要努力的撕掉蓝色的标签啊 就是蓝白和这个蓝色成分的标签 柯文哲现在努力的在处理 先去国民党化 再拼2028 那这个策略呢 在这个敏感的关键时刻 阴谋论者就提到 这是不是在跟赖清德书成啊 表示未来不会再有蓝白和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啊 那请赖清德对他手下留情啊 那至于这样子的一个阴谋论的这个想象啊 恐怕也是太过 想象的太太远了 那而且呢 以赖清德现在的一个执政的风格跟路线啊 也不会在意 民众党所谓的蓝白和这件事情啊 未来没有想象空间 那要赖清德给一个善意回应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低啊 所以民众党要如何在这个柯文哲的这个周边啊 针对目前呢 很有可能出现的司法破口 那做出一个完整有效迅速的因应啊 才是当务之急啊 以上今天评评里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